立委选举张荣卫是隐藏的最大赢家吗 立委方面是国民党拿下58席成为国会的最大党 在这58席当中 国民党的云林张家跟盟友拿下4席的立委 是这一次大选最低调的胜利者 几乎动员的是浓于加水利的票盘 可见云林张家在地方的影响力以及政治实力 其实不止丁学忠还包括不分区的韩国瑜张家俊跟徐宇珍 所以不可以忽略张荣卫的操盘 而面对胜选张立善他说 区域立委就是看到丁学忠着水区引南 国民党唯一的一席代表他的责任就更大了 这一次国民党海线推出的是 胡伟镇长丁学忠时的民进党 寻求连任的苏哲分首度吞下败仗去比较 相较于山县民进党刘建国胜选没有庆祝 提到选举结果只指大英家就是云林张家 不要忽略他的操盘 其中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参选人 瑜伽倩他今天讲 他就说没有哪不分区立委提名的名单 排名第11名的 其中他我们看到蔡永德 他是无党籍云林县的副议长 他有赌博伤害罪等前科 疑似涉嫌职棒的迁赌 蔡春筹跟地方黑金的关系密切 恐怕沦为黑道代理人 而外界戏称云林张家就像是国会的第四大当 立法院长韩国瑜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把手握得紧紧的展现国民党的党中央和立院党团 团结一致的氛围 诸汉党中央与立院未来会不会有两颗太阳有待观察 倒是外界发现来引国会的最大势力来自地方派系 云林张家这次可说是大获全胜 不只部分区南瓜韩国瑜徐玉珍张家俊 连区域立委丁学忠都成黑马胜出 而在民众党团中 明列部分区第十一的蔡春筹也与张家关牺牲 很有可能在两年后接任立委 四加一的实力难怪被牺牲是国会的第四大当 一切我们都是配合党中央 然后都是朝着党中央一起想要推动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并没有说第几党第几党 这个是过多于想象 张家俊作为云林张派开创者张仁卫的女儿 外界预料将会接棒参选云林县长的机会很高 而张仁卫家族从农会系统起家 又进一步接掌与会势力 与公庙系统同样连结深 一旦张家的利益考量与党中央不同调 就有可能以地方势力影响中央 如果党里面没有办法在这个所谓的特殊的议题 或重大议题上面去寻求这个所谓共识化 很有可能会让区域型的这种立委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接近地区的这样一个立委 还开始去发挥他们集体的这样一个影响力 袁林张家在2024选战中 大局长霍立委席次成为地方派系的最大胜利者 虽然他们试图低调 台面下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小觑 接下来是赵宏宣台北参考导 新克立委加紧脚步 现在练习在国会殿堂的执行 民进党立委黄杰 叫来太阳花前辈林长佐 跟他讨教执行是应该要注意的细节 这是我的第一个家具 觉得很开心 看我现在办公室连椅子都还没有 国民党新科立委陈金辉 国会办公室都还没装修好 第一个搬进去的竟然是一座直询台 我在医学院上课的经验 当助理教授的经验 有教课经验 但是几乎没有直询的经验 那请问这样是否有违宪违法的疑虑呢 这个应该我们会持续来研究 和讨论这个 模拟质询笔手画脚 坚定眼神却带着温柔声色 要怎么喊得有魄力有气势 曾经会找来幕僚 急袭一问一答 模拟质询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一群 匿名好朋友们 集资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做到的 加紧脚步为开议准备练习的还有他 这届立院最年轻的立委黄杰 要如何快速上手 当然要请教有经验的林长佐 讨教讨教 模仿在立院的质询状况 也算是太阳花世代的传承 那我也有跟一些学长姐先请议了 就包括已经毕业的林长佐委员 那他也有给我一些立法院的 前辈的指教 新科立委力求好表现给选民看到 一举一动自然也被放大检视 一早现身立院办公室 新科立委廖先祥搭的是 十下新潮百万电动车现身 身价不凡自然引来讨论 电动车也蛮节能减碳的嘛 那我想民众应该不会太在意 说他什么交通工具 只要说他勤劳努力打拼 同党立委赶紧缓家 不过据了解确实也有新科立委 担心他豪华轿车出入立院 会留下不同观感 因此在上任前默默另购 评价房车代步 只能说如何给大家留下好印象 成了新国会立委的首要考验 记者曹廷和李洛同姚家庭采访报道